歡迎來到Ju的頻道 哈囉大家好 我是CHU 我原本想說要連放好幾支我去香港的影片 但是呢最近我看到一個不得了的東西 你們有聽過底瓜瓜嗎 底瓜瓜這個企業啊 在台灣只有50幾家而已 然後我目前得知了有7間底瓜瓜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他們販售了一個非常非常特別的東西 原本想要更早去買給大家看 但是呢因為前幾天我出車禍 所以就是導致我現在才可以拍影片給你們看 至於是哪7家有販售這個很酷的東西呢 我會放到我影片底下的資訊來你們可以去看 看你們家附近有沒有賣啊 然後我剛剛去買了嘛 然後我是先打電話跟他們訂 不要讓我等太久啦 因為那邊不好停車 反正我這次是去東區買的 然後來 看一看就是這樣包裝給我 我覺得這樣子讓我們比較好騎車 我要拿出來給你們看囉 很可怕很可怕這個東西 欸這邊有個PM 有沒有它的那個圖片超beautiful的 炸雞花 就是把炸雞擺成一個花束這樣 因為5月嘛母親節就是特地為了媽咪做了這個炸雞花束 如果你媽媽跟我一樣是吃貨的話 就是很建議你買這個花束送你媽啦 然後我記得沒錯的話它販送的日期是到5月底 可是還是數量有限啦 就是當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你想買趕快去買 欸咻OKOK 哇喔 欸這個怎麼這樣 我們現在這樣看喔 它就是一個炸雞頭 然後把它包起來的蓋子這樣子 它不像是有一種 對 沒有根 可是這樣也不錯漂亮 喔好像鮮那個新娘的那個頭沙 各位就是長這個樣子啦 好啦這束花咧就是價值是688塊 剛好這邊有一個菜單我來算算說 如果都單點跟買這束花的價格差在多少呢 這個花束裡面有6隻雞腿 然後3個原味雞塊 所以說加起來的價錢會是410元 然後去扣一下它原本的那個688 這個花束貴了278元 278這樣的包裝其實我是覺得還蠻合理的啦 一開始我原本想說應該會貴個兩倍 對啊 可是沒有欸 佛希來著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開心啊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頂瓜瓜的炸雞 它的炸雞跟別的炸雞不太一樣 我給你們看 它的顏色都是屬於比較深的 然後它的那個皮啊 並不像其他什麼胖老爹啊 還是反正其他很有名的炸雞 那種皮是金黃色然後脆脆的 它不是它就是這個顏色那麼深 然後感覺油油的 它的皮感覺就是一咬就下來的那種 就是有點軟爛軟爛的這個皮啦 我記得我第一次吃這個頂瓜瓜的炸雞的時候 我真的是抱持了沒有什麼很大的興趣 但是沒想到它的炸雞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它的炸雞可以讓我直接單點 它單點一隻這種炸雞要55塊 你看55塊多貴 都可以快要買一個便當 我曾經有一次晚上啦 就是單買兩隻炸雞這樣吃 然後還不夠 因為它的炸雞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直接up然後就吞下去這樣 我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把這個炸雞花一個人吃完 但是我是覺得ok的 為什麼它沒有上那個什麼炸雞排名呢 我是覺得它應該要上 因為它真的非常好吃 它裡面的肉看起來也沒有說非常的微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這隻也是蠻小的 可是它可以讓人家一直吃一直吃 它也是很微 然後我剛剛咬的第一口 我覺得它比較偏向那種菜市場所賣的那種炸雞腿 介紹完畢 那我突然想到一個 它有一個地方很厲害就是 不管是蟹炸的 還是放很久的 都好吃 真的 可是吃這頭炸雞有個缺點 我覺得啦 以我來說的話 因為它真的很美味 所以我就直接每次咬一口自己給它蹲下去 幾乎沒什麼在咬啦 所以我覺得這樣對我的消化是不太好 它裡面還有附出3塊原味雞塊 3塊80元的這種雞塊 我來吃吃看怎麼樣 啊 啊 啊 炸雞 我跟你們講 它就算掉在地上 我照吃好不好 體諒一個行動不便的人 對 我要躲啊 我的房間 要當戰狼了 我對有一些雞塊沒有抱持很好的想法 再次我吃吃看 它這邊是一片不能吃的骨頭 然後肉就是薄薄的這樣 我覺得這個雞塊 還是賣到的雞塊好吃啊 而且我覺得這個雞塊的調味好像也不太一樣 比較偏鹹了一點 總之我吃了一個雞腿一個雞塊給你們看 那我的影片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不喜歡按不喜歡 再去幫忙訂閱我 我是謝秋 有機會再介紹一些 我覺得很特別的東西給你們 打架我們 掰掰 訂閱 我需要你的訂閱 訂閱 訂閱 訂閱